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根頻道 我上星期帶大家來看過深水埗的黃金和高登商場 因為之前也有網友說這個商場有很多報道刺激了 但現在看看灣仔這一邊,灣仔298 看看情況又如何 不過聽說這邊更加差的情況,連電梯都停賣 其實以前我都很常來灣仔298這個電腦那場買東西 因為它有些東西都是便宜過黃金高登那邊 那我看看現在的情況如何 今天是公眾假期 今天是清零節公眾假期 一來是小人,二來也有很多吉舖 今天是比較靜的 今天是比較靜的 這裏就是賣一些二手相機鏡頭的 這間都很久歷史了 這裏賣店有些店鋪都沒有開了 這裏賣店都沒有開了 這裏賣店的 這裏賣店是很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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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裏賣店 那就要 CATGAM的?", 那邊是這裏賣家 整個牆壁都很差,差不多十虛,十七九空,十七九吉啦 沒有空的,我不知道是因為有些是假期沒有開的,好像這裏都是Sunday Close,那應該是假期都不開的 但是吉舖都算多,也可能有些店鋪是... 很多粗口,不要聽,不要聽,不要聽 就是買燒馬那些,要繞上去 要繞上去,上面那一層又要繞多個圈了 這一層就應該更加少人 那我記得以前這一層呢,都是賣一些比較多二手東西,有時候賣一些模型玩具 那這裏有一間電器店,即是賣一些電子零件的,其實它是今天應該沒有開的 那這裏都有些,都有些店鋪是有開的,都是賣一些手機殼啊,手機零件啊那些 那這裏都是賣一些,手機殼啊,嘩 那這裏都是比較靜啊,現在這裏都比較靜啊,現在這裏都比較靜啊 那我現在走回去呢 那總結,我今天走這個 這個 關仔298電腦商場呢 那是真的比較相當靜的 那 吉兔都相當多啊 那或者今天又剛剛說是假期呢 那真的 沒有人,沒有什麼沒有人走啊 那 那 或者我再帶大家走附近一個 這個 東方188一個商場啊 這個以前呢 就好多賣玩具啊 賣一些電玩的一個商場的 那我現在再帶你走過去看一下 好啦,大家 又今天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東方188的這個商場啊 那這個商場呢 就是 最 在灣仔來說呢 就是 好像 旺角順暴的 那這個商場呢 就好多些電玩啊 模型啊 玩具啊 賣的 或者一些手機零件的 地方的 那我現在就 然後 又 由 上面那層 二樓那層 由二樓那層走個圈 跟著 走完整個 場 看一下 這裡的 租墓是怎樣 那 這個場呢 我以前在這裏工作的時候呢 我經常來的 那 有很多 賣玩具啊 模型啊 那這間呢 就賣一些日本眼鏡的 那這間本來是 賣CD的 還有賣Game 賣日本CD的 這間 有很多東西賣的 但是今天休息了 那這裏就 賣些 二手碟啊 二手CD啊 二手玩具啊 一些 一些 錄音帶啊 黑包唱片啊 那這裏賣一些 成人玩具啊 那那裏又有一間 是 賣樓丹玩具的 那這間 賣 一些皮的 皮的 服飾啊 扭蛋 玩具啊 這間都很出名的 一間 一間 儀所的一間 雲雀店 賣遊戲啊 賣遊戲啊 賣自己的桌子 好啊 那 那 暫時我走了一半的二樓呢 都 那些店都是一般啦 那其實就是 都有一些吉店的 那因為 那可能是市道問題啦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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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間買咖啡的 那這間又是另一間 玩具店啦 那這間 又是另一間 玩具店啦 那這間 那這些都還開了很久的 那這些 那但是都 以前 有一些我買開的玩具店呢 都 已經結束了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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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沒了,吉舖也算是幾多 如果是住港島區或港島這邊工作的人 如果買換他,如果不想過海去信和 通常都是來一東方一八八的 但是現在都收拾了很多 店舖也有很多店舖 賣遊戲也是 有很多不想去黃金、高登或旺角 都會來這裡買的 這裡其實是幾方便和集中的 但是很多都收拾了 很多都關門了 肥仔 肥仔登場那一刻 雖然他還是 還有很多遊戲店 但是 也都 真的比以前是剩下很多 也有賣手機零件的店 一些夾公仔店 店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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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帶你們走過這個 灣仔的兩大 以數字為名 以數字為名的商場 東方一八八和灣仔二九八 都帶大家來看現在的情況 有什麼想說的 劉慧賢 繼續支持 日間頻道 拜拜